大批海地难民挡在登机梯前 拼命往前挤 在场的警卫以一挡摆 不让民众再上飞机 其他人则赶快把机门火速给关上 这一大群是被美国强制 遣返回海地的难民 没有想到才刚降落在海地开子港 就爆发冲突 民众是千辛万苦才到美国 结果受困多天后就遭到大规模驱离 不满意美国的做法 有人想趁机沾回飞机上 靠后美国把他们当犯人一样对待 寻求庇护的移民梦破灭 还有更不堪的一幕 美国编辑巡逻机警被拍下 拿着长鞭抽打那名 就像是在赶动物 这让口口声声说要对难民特赦宽容的拜登政府 格外难堪 德州临近美墨边界的德利奥市大桥下 涌入了上万名的海地难民 他们客难过河走水路到美国 结果随地扎移睡在脏乱不堪的环境中苦等美国放人 美国国土安全部强调 边界不向非法移民开放 将采强制驱离手段遣返移民 德州州长到当地视察 还要求拜登发布联邦紧急状态 以免难民愁涌向德州其他边境城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